大狗鬼哥 这件事真的一定要说 今天鬼哥就在香港欢频的Facebook 看到Disney Plus什么组料优惠 他并与Disney Plus有一个公司的合作 我以为你香港欢频和Disney Plus 我以为转会吧 如果你有得便宜 当然是这样做 看看什么 接下来说你登记 快点行动 我以为你兜东西按下去 好了 来到这个登记页面 看看有什么优惠 看看看看看看 啊 完全没有说那个优惠是什么 不知道的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优惠 他只是告诉你做了优惠 好了 有趣的东西来了 他下面就立即叫你登记 你要给什么呢 你要给你的名字 你的电邮地址 你的流动电话 所有这些个人资料给他 但很好笑了 我都不知道你的优惠内容是什么 你就要我给你个人资料 喂 不合理 那我出卖我个人资料之前 是不是应该要先知道你的优惠是什么 然后我再衡量和判断 我给你个人资料去换取优惠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我要知道你究竟是便宜些什么 或者送些什么 我才决定到或者衡量到 我能不能登记 是不是 现在他是 你不要理了 你先登记了 你先给个人知道 我到时候会告诉你什么优惠 喂 这样也可以吗 喂 真是不行 我香港宽贫 你迪士尼知道吗 这件事情 迪士尼知道吗 迪士尼知道 你这么不让人知道呢 喂 迪士尼你 喂 你和香港宽贫的优惠 你知不知道他这样搞的 你留意 魔鬼在细节 我们拉下去看 他说 我不读了 总之他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 你们自己可以继续一段影片来看 总之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现在收了你的个人资料 我就可以做促销用途 而且我可以给你的个人资料 我的优惠做促销用途 还有他很厉害 他写得很死的 他说你如果拿这个东西 他就说本人同意参加这个活动登记 和所有细策条款 和这个个人资料室就证明了 他很厉害 他豁着若不同意将不能登记 很清楚 还要同意日后都继续收取产品资讯和宣传资料 那是怎么样 如果我登记了 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这么愚蠢去登记 这么低能的当我 接着你给那些优惠内容我 我发觉不适合我用了 或者优惠太小太轻我不要了 我那个个人资料还在你里面 我还要主动去通知你 铲除我的个人资料 不是这样的 你要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优惠内容 我才决定我能不能登记 还要在帖文下面已经一大堆人在吵 他说很有趣 比如这个网友就说 很有趣 几十个回复都没有答到究竟是什么优惠 然后有一堆这些风陈的内容 他不断在官方 copy and paste 看到吗 总之到时候你就知道 总之到时候你就知道 这个意思 你们都是自己看的 如果想看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这件事很火 这件事 我不说了 总之我明天 就是10月11日 就会推出一条 有关Disney Plus 所有的收费 所有内容的影片 大家想知道的 就去看一下那条片 说到这里 就这样